黃信被告在遠景的借戶下 被帶上警車 他去年10月20號晚上9點多 因為工作上的嫌隙 在台中西屯這處公寓 用刀刺死失信同事 台中地檢署經過兩個多月的偵查 4號癥結 依殺人罪嫌起訴黃信被告 5號上午已審台中地方法院 因為這件案子符合國民法官 參與審判的條件 並通過電腦抽籤 因此確定成為全台第一件 由國民法官審理的案件 法官強調依照國民法官法 除了少年刑事案件 疾犯毒品危害防治條例之罪的案件外 主要是檢察官提起公訴 並且是地方法院一審案件 以及最輕本行為10年以上徒刑 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 結果者都要有國民參與審判 而被選上的國民法官 必須要年滿23歲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在地方法院轄區連續住滿4個月以上 和高中職以上畢業學歷 國民法官可不可以對外宣稱 是國民法官 我想如果他確實是該案的國民法官的話 有沒有 那他也沒有所謂的不實陳述 但是可能會盡量避免 以避免受到任何的干擾 而國民法官的選任 劉成為地方政府先提出 符合資格的初選名單 再交由地方法院的審核小組 以電腦抽籤 複選出24名候選國民法官 最後再由該案件的地院何一廷 加上簡便雙方代表 以面試詢問的方式 決定最後的6名國民法官 和2到4位的被位國民法官 司法院就推估 每年大約會有13萬國民參與 審判程序 華視新聞 雄年輝 台中報導